迎文书菩萨圣诞 供灯仪式 作者 福安古观音阁 这次供养文书灯 求智慧 感恩各位师兄的护士 每天供灯四百多盏 分别在观音菩萨和地藏菩萨前 以下是片段 中间供养的是大智文书菩萨 这尊文书菩萨是默学到五台商后请的 大院法师说 到五台商后请的文书菩萨 都可以得到文书菩萨的亲自开光 这里供养了两本法宝 一本是药师经 一本是地藏经 这两本经都是文书菩萨起请而讲的 在药师经中 佛赞叹文书菩萨如以大悲 劝请我说诸佛名号 赞叹文书菩萨以大悲心 有智慧者才能有慈悲呀 在地藏经中 文书菩萨看到刀利天上来了 不可说不可说的诸佛菩萨 龙天鬼神 连文书菩萨都无法测量数量有多少识 文书菩萨很赞叹 说自己 过去久修善根 正无碍制 文我所说 极荡信寿 这个是文书菩萨的功德 我们对佛的话 产生不了信心 是因为业障末有消 智慧末有开发 供养药师经和地藏经 是让大家都很和这两部经结缘 文书菩萨为了利益众生 而其请的经文 都很适合末法时代众生根气 我们从今日起 每天共修一部药师经 两部或三部的地藏经 文书菩萨一般的形象 都是齐柱狮子 这个手上拿住一把剑 这个形象方便观想 诸佛菩萨都以各种身份游戏人间 度化众生 以前在天台山国清寺 就有寒山和石德 两人在天台山负责厨房 一个砍柴烧火的 一个煮饭煮菜的 那时天台的太守 就听到说佛菩萨游戏人间 就来问方丈 风前和尚 怎么没有墨有菩萨来视线 风前说 天台山那个厨房的负责人就是 一个是文书菩萨 一个是普贤菩萨 太守赶紧赶到厨房 果然看到两个邋遢的煮饭和尚 就问说 方丈说你们是文书和普贤 寒山和石德一听 就说 弥陀饶舍 阿弥陀佛多嘴 太守才知道 方丈是阿弥陀佛再来 再一回来 方丈救援祭了 寒山石德也走了 现在在寒山寺也塑了寒山石德像 在普陀山佛顶山 也是塑造了两人形象 诸佛菩萨游戏人间 都以重重身份来视线 不可小看出家人的功德 那要怎么样才能清静呢 就是以无分别的心 去对待每个人 每个人都可以让你开发智慧 要攻登者请备注 攻登 沙门建设银行 康乐之行 本卡同行 E的转账免手续费 6227074838603818张冯春 支付保障号 ZUFO10 at 163.com张冯春 HTTP帖号 斜杠斜杠 Blog.cna.com.cn 斜杠S斜杠 Blog下滑线 74C343100101QFJR.HTML HTTP帖号